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天晚上十点 在北京的一家商场里 购物区的人流已渐渐稀少 而位于地下一层的深夜食堂 则刚刚开张 善丁康是这里一家饭店的经理 此时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间 他一边辗转于时刻之间 一边还要协调员工工作 最火的时候就将近到了十一点半的时候 才刚排完队 就我们一直在疯狂的就是饭台饭台再饭台 就接客人那时候的商务 从五月开始 位于这家商场地下一二层的二百多家商户 将营业时间延长至深夜十二点 惬意夜晚满眼的美味 挑动起人们的食欲 也提升了商业火力 像我们这种开展的食欲食堂 也吸引来更多的客人 夜宵的也有在商场 就是十一点点玩累了 想找个地吃饭的 而且对于我们门店的营业额来说 确实也是提高的 基本达到日营业额到十点为止的十分之一 而且我们也算过人员成本 还有水电费这些 杂七杂八加减的话 确实是很高的提升式 夜间消费活跃性 可以反映出一座城市经济的繁荣程度 目前中国许多城市正在大力推动夜经济 北京 上海 济南 天津 南昌等城市 相继出台了新一轮促消费政策 点亮夜经济成了城市发展新职业 我们当前这个城市的夜间消费 它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城市发展 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部分 通过大家的夜间经济的活动 我们把有一些零散的通过政府的政策 给它引导去 给它规范起来 把这部分潜力挖掘出来 它就是对整个城市消费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政策引导 管理规范 布局有序 给夜经济提供一份有保障的指南 也使月色生活更加五光十色 更加多元化 除了餐饮这张王牌 夜间文化娱乐活动也丰富多彩 夜游 夜展 夜见 夜读 多样化的选择可以满足各个年龄段 和各种群体的夜生活需求 也增添了人文情调和文化品类 这里是历史悠久的北京发廊厂 它也一改以往指的白天惊人的做法 在晚间推出了自己的夜场文化活动 我看看体验中心人多不多 人还是挺多的 卖碗的 听说那金包碗卖得特别好 又卖五个 精美绝伦的景泰兰艺术品 亲身体验制作工艺 又人的折扣商品 吸引着众多慕名而来的市民 在这里邂逅一场景泰兰文化夜市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新奇的 因为就是我对发廊这块了解是别少 都跟我讲什么掐丝啊 然后点来啊 然后就完全是心智嘛 而且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买了几个镯子 其实喝的夜市可能更嘈杂一些 像这种夜市 我觉得确实能在宣传一些文化的都市 也最近是促进了我们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人 对他们有些宣传和推广的一些作用 除了展示景泰兰制品 发廊厂还邀请了十几位传统工艺代表 老北京武鞋 北京料系 传统京剧投掷等非宜产品 也在这里和观众见面 老字号亮相夜市 不仅给消费者提供了牛丸建成的机会 也给传统文化产品带来了销路 截止到目前呢 我们是统计的人数啊 大概有五六千人 我们的销售额呢 也已经达到了几十万 对我们一个是呢 助推这个夜经济的这种消费 还有一个呢 为广大的市民也提供了一个这种便利的 夜间的这种条件 夜生活从来不只是美食 健身 读书 逛博物馆 中国多元化的夜间生活正在兴起 8月8日 上海野生动物园首次夜间开放 成为中国首家夜间动物园 动物园奇妙夜中 一百多种近五千只动物 首次在夜间亮相 在成都晚上泡一泡24小时书店 成为许多人的选择 一盏茶 一本书 一个人 体验平静的夜读生活 可能就是它打破了一个时间那个概念吧 就是说就像以往书店有一个正常的 就是早晚一个营业和歇业的一个状态 它给你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让你随时想 好多可以走进来 可以坐在这儿 我觉得就是把时间这个概念给完全突破掉了 夜经济被称为中国经济新兴活力源 夜经济打造的亮丽风景线 不仅是一张崭新名片 更能创造就业岗位 带来产业发展机会 从拉动内需 促进消费角度来看 夜经济不仅是城市消费的新蓝海 更为当前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示 7月份 中国总体消费保持良好较快增长 尤其是在各地采取夜经济等促进消费措施后 餐饮收入增速明显 大家也可能这里都看到 很多地区各个地方 都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促进消费的增长 包括夜经济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所以这些措施反映到我们的数据上来看 7月份的线上单位的餐饮 同比是增长了9.4% 那么线下单位表现得够好一些 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然而 要向夜晚要经济 需要一整套的交通 安全等配套措施 考验着一个城市的管理智慧 咱们现在夜间经济一个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环境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呢 一个是政府的责任 社区的责任 还有一块呢 就是企业的责任 涉及到公共卫生 涉及到卫生的一些配套的这样一些问题 当然还涉及到一个 这个夜间的一个安全的问题 交通的问题 这也需要城市去把它规划好 要出台一些政策 我觉得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因应需求 4月底 上海出台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建立了夜间区长和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制度 7月在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中 提出建立市区接三级经济长等人 负责统筹协调本级夜间经济发展 不难看出夜经济要稳步发展 各项配套措施也需要不断优化 夜经济不是摸黑乱创 而是需要掌灯前行 我们前期应该能看到 地铁一号线 二号线 七号线 分别都延迟了最后的末班时间 我们各区会同市交通部门 在区域内开通微循环 甚至于开通那种定制的公交专线 夜间消费 夜间经济 它的安全相比于白日间的消费 它应该更重要 所以我们公安系部门也提出 在各个点位 在各个区 我们要建立这种风险防控机制 评估风险点 我们平时加强演练 我们怎么把这些安全影响 给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今天不要出现这种 扰民或者其他的一些不好的情况 让生活更美好 是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 中国各地点亮夜经济 让广大居民能够享受到更高质量 更健康 更安全的产品和服务 是提升民众生活质量的表现 规范有序的夜经济的持久闪亮 也将成就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